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一集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议题 是北京现在怎样放弃普京 而习近平会不会受到普京失败的教训放弃入侵台湾 如果他不放弃 他继续想武力攻台 会何时打 怎样打 在进入这个议题之前提提大家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 点赞 留言 分享 记得和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片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 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了 言归正传 其实 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一刻开始 北京已经扮中立 他说主张乌俄要谈判 然后解决冲突 但同一时间 北京在国内大力帮普京搖旗立陷 发动大内宣 号召14亿支持普京 大陆当时的媒体是一片歌颂的普京 说到普京几下手势就可以打败乌克兰 而事实上当时全世界对乌克兰都没有十足信心 他们都不认为乌克兰可以逼退俄罗斯 一般都相信西方世界只能够利用大规模制裁 阴干俄罗斯的经济 即是军事上可能失利 但经济上可以胜利 而长远就一定可以搞到俄罗斯伤残 而北京一直用口说劝和速谈 但反对制裁 而所谓的劝和速谈 其实是绝对废话来的 大陆根本一句声都没有出过 只是送过小小的无尖给乌克兰 连打个电话给普京劝下教 又或者打个电话给泽连司机关心一下都没有的 那个什么劝和速谈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过 反而同一时间 他就加码向俄罗斯买煤炭 而美国和欧盟多次警告北京 叫他米企过俄罗斯那边 否则就不和他客气 而大陆的回应每次都是例牌赛 又是那句劝和速谈 其实背后就是坐山观虎斗在看热闹 但这个情况随着战争越拖越来 北京都开始看到势息不对 也开始慢慢弱速小粉红 不要让他们这么疯狂地支持俄罗斯 因为大陆都知道 那些小粉红和精粉 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 是十分仰衰的 会进一步令西方世界鎮艷大陆 发展到近这个星期 大陆开始明显转体 一步一步地和俄罗斯和普京本人 划清界线 首先当外国媒体提及 习近平曾经在北京东澳期间说过 中俄合作没有禁区没有底线 这件事大陆的外交部必然批评别人 说别人挑拨大陆和世界的关系 立心不良 即是不想别人再提这件事 各位看看 你习近平当日这么豪气 这样支持你大佬 现在你提也不准别人提这件事 可见他的承诺 真的说过就算了 算数的 威元就算了 大家千万不要认真 而今星期 由于普京本来宣传要5月9日 在胜利日前取得战果 接着大阅兵就演威风 谁知道普京整个计划完全失败 5月9日前 俄军已经没有太大的进攻力量 已经只能够软距离轻轻 几乎连正面与乌军交战也不多 大陆当然闻到这股焦味 马上从俄罗斯划清界线 一于快与普京切割 首先大陆外交部的副部长洛玉成 在全球20个智库网上会议上表示 将乌俄的冲突责任脱窝给大陆 毫无道理 他说大陆无辜 躺下刀中枪 他又说北京之前说过与俄罗斯合作武禁区 但这不代表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背书 中俄所说的所谓武禁区只是说一种愿景 而北京对普京入侵是毫不知情的 如果乌俄冲突要大陆负上任何责任都是毫无道理 而大陆也不会怕西方的恐吓 即是简单说一句 普京入侵乌克兰 不关大陆事 别拉他下水 问题是 他这么说 谁人都知道他说大话 首先 这个世界哪天这么巧 普京迟不打早不打就是等你北京东奥玩完了才第一时间开战 这么巧吗?你找鬼讯 如果普京当日真的没有跟习近平说过 即是普京没有当习近平的老友 因为大家刚刚说完两兄弟合作没有禁区没有底线 你马上去跟人打架 而之前你提都不跟我提一声 单都不单一句 只是把兄弟放在桌上 另外大家看看用词 你说合作没有禁区 这句背后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 即是俄罗斯稍后做一些被禁止的事 大陆都会支持的 所以先用没有禁区这个字眼 没有禁区这些用词 怎会是描述一种愿景呢? 如果用禁区这些负面词去描述愿景 那写稿的人真的要拉入方仓医院才行 现在 洛玉成为了不想跟普京这么近 就用尽方法狡辩 死都要说俄罗斯侵略 是跟大陆完全无关的 大陆没有为普京背书 本来普遍预期大陆不会在军事上撑俄罗斯 但会在经济上暗躁俄罗斯 但现在连经济上暗躁俄罗斯 也似乎没什么 可以说合作没有禁区 没有底线 又是一句历史承诺 现在又是失效的 历史承诺没有效 到了关键时刻 大陆就真的不够印度那么有仪器 不极红终于看到了 咖喱不好看但是好吃 而田鸭不好看不好吃 到了普京红墙大月兵 缩水没有气势 你以为大陆又做什么呢 大陆竟然在新华社发文章 正面报道 扎连斯基怎么领导抗俄 又开始用入侵这个词语 去描述俄罗斯的侵略 不过 大陆是有用引号 去括着入侵这两个字 更重要的是 那篇文章 亦有提及到报查大屠杀 而今天 有日本记者 问赵立坚 说大陆派了哪位官员 出席5月9日 普京的缩水大月兵 赵立坚说了241个字 但始终说不出大陆派了谁去撑普京的月兵 如果你真的有个有些地位的大陆所谓的领导人 去出席这个月兵 赵立坚就没理由答不出 以往大陆历代的领导人 都出席过红墙月兵 包括了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濤、习近平 都有去过 现在 普京是最需要大陆支持的时候 搞一堂这样的缩水大月兵 现在大陆竟然不给面 连二、三线的所谓领导人 都不派一个去撑撑撑 那是不是太过分呢 现在 普京的身体是不是有米田共 它是不是粘满了米田共的身体 你们不敢粘满呢 本来 我想上网查一下 究竟大陆派了谁出席这个月兵 但我想想还是不要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相信这件事 应该是国家机密来的 我查了出来 给大家看 你们看了 你们出事 所以我决定就不查了 保留这个国家机密 之前大陆北京东澳就被西方国家外交杯葛 普京就高调去帮习近平餐场 现在 普京想找个朋友 找个兄弟 给一下面 在姿态上支持一下他 大陆竟然 理解也不理解他 这些就是人情懒暖 这也不止 大陆原本当日 直播着红墙阅兵 谁知道播放下突然间中止直播 而以往红墙阅兵 是大陆那些小粉红的盛事 那些大陆的军事迷 人人等着收看这个阅兵 今时今日 俄军真是在真实的战场 展示了那些 iPhone 4 级数的先进武器 反而红墙大御兵 竟然中途被中止直播 各位 你说罕见不罕见 特别不特别呢 来到这里 其实很明显 大陆根本已经看死普京 赢不到 俄罗斯要打到乌克兰 投降 几乎不可能 就算俄罗斯 肯不计代价 彻底占领 以及控制顿巴斯地区 就算给他做得到 都只是会加快被放血 阴干 到最后 都不会达成俄罗斯伟大复兴的梦想 现在 如果大陆不调整立场 姿态上继续支持俄罗斯 这样就等于投注在一个打不赢的拳手身上 很明显是不值得的 这样 跟倒水落大海是没什么分别的 之前大家都觉得 唇亡此寒 大陆有N个理由 必须支持普京 但现在 如果支持普京 最后也是一样失败 这就等于累死自己 各位 大家想想 丹水就说不转薄 没有说过 挺俄不转态 而且 美国CIA的局长 白欣斯也表示 大陆并没有因为普京失败 而放弃侵台 反而他们在计划如何集结更大的军事力量 想用更快的速度进攻 然后一举占领台湾 所以 大陆现在更无理由浪费他的力量去支持普京 反而 习近平现在 现在是要快点扮好子 希望普京收皮之后 西方世界不要这么快针对他 因为 只有维持跟西方世界的正常经贸关系 继续赚多些钱 才可以继续累积经济实力 而迟一些 才有机会 突袭台湾 所以 大陆近期 已经开始 他新一轮的外交策略 习近平近两天打电话给德国的肖尔茨 和法国的马克龙 又邀请南韩的新总统韻石月 去大陆访问 从这里可以看到 大陆现在是想扮乖 然后继续利誘某一些国家 同一时间 大陆其实是为工台做准备的 习近平是有意无意地 考验那些官员的忠诚 他想测试那些官员 是不是盲目服从他 而他的试验的试题 就是盲目疯狂 无人性的封城政策 而测试的结果 他是很成功 他果然发觉到 大陆14亿 加上官员 无论他要求 多不合理 仍然会分身配合 大陆现在是可以做到 那些白衛兵 又所谓大白 可以破门入民居 入人家屋 然后拉人去荒仓医院 又可以以消毒为名 抢人家全屋值钱的财物 但也没有事 我刚才说过两个例子 是有片看的 这样 也没有一个省市地区 出现大型的抗争 可见人民是多么忠诚 如果稍后真是打台湾 相信大陆内部 怎么捱 也不会出现动乱 就算稍后大陆真是出核弹 又有人用核弹 反攻回大陆 我相信 如果大陆14亿 他们没有健康码 一样会乖乖地留在家 所以 习近平现在要做的 就是专心赚钱 外就赚外人的钱 内就尽量割韭菜 然后准备天文数字的资源 金钱的财力军力 去攻击台湾 来到这里 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那句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请大家支持一下 拜拜 拜拜